北風公共託譽中心在上個星期三 熱鬧開幕 只要是雙型家庭 家中有兩歲以下的小孩都能夠報名 每個月的託譽費用只要市價的三分之一 只是名額有限只有65個名額 現在已經截止報名 卻有80幾個人等級報名 因為超過了名額 所以接下來24號也將進行公開籌錢 正是在上個星期三熱鬧接牌的情況 也正式宣告 系指第二間公託北風公共託譽中心熱鬧開幕 當天包括新北市市長朱立倫 新北市議員里長等人都來參加 為了減輕家長的負擔 鼓勵多生育 新北市政府開辦公託 而這是第18家 就坐落在系指金融市場的二樓 只要是雙型家庭 家中有兩歲以下的小孩都能夠報名 每個月的託譽費用只要市價的三分之一 減輕家長經濟負擔 而在開幕當天的下午 也同步開放登記報名 並且在22號截止登記反應熱烈 報名截止大概有80幾位家長來報名 那預計錄取65位 所以呢因為名額超過 所以可能禮拜六早上10點就要進行抽籤 那也就是希望說大家都能夠有機會來享用 這樣的政府的這個福利措施 那有一些沒有抽到的家長也會進入這個候補的行列 名額有限只有65個名額 現在登記的人數超過 所以按照程序接下來24號也就是這個星期六 就會進行公開抽籤 可以看到北風公托環境不錯收費也比市價低 是一項社會福利政策 不過還是有民眾不知情認為應該要多宣導 因為托餘費用的確是家庭不小的負擔 這樣的福利好嗎 是蠻好的 有說 是好像就是我們不曉得好像宣導的還不夠吧 便宜決贖是蠻需要的 這個是當然是好的 那這個應該廣家推廣對不對 分成兩個梯次 第一梯次在這個9月5號呢 就會進行這個開始受托的服務 那分成兩個梯次 主要是就是希望說能夠漸進式的 然後讓整個公托的托育品質可以提高 那也希望說歡迎這些新來的寶寶們 這個加入我們的行列 然後也希望我們系指的這個公共托育中心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我們的社會福利政策可以做得更好 那也希望在未來在場地許可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系指還會有這個 第三座的公共托育中心的產生 裡頭都是全新的設備 不同年齡的教室 除了裡頭的玩具圖書不同之外 設備也有特別規劃 雖然截止登記 不過因為逐稅之後就會停止收拖 有進有出應該蠻快的 也請候補民眾不要氣餒 解誠慧玲 細紙 採訪報導